由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礼貌好人员儿童剧 今天巡回到古山区内威国小演出 苹果剧团以生动活泼的演出方式 让小朋友和演员们互动 透过小时王学礼貌的剧情 引领小朋友知道有礼貌才能够赢得好人员 也才能够获得大家的帮助完成每一件事情 小时王和同学们一起去户外教学 虽然老师选定小时王为组长 但他很霸道不但指使狐狸和白兔去提水 也不一起帮忙搭帐篷 连白兔做的菜小时王也不屑一顾地打翻他 惹得大家都不理小时王了 剧情中特别安排小朋友上台 一起帮忙搭帐篷 一起帮忙找迷路的狐狸和白兔 让小朋友体会分工合作的重要 并且多说请谢谢对不起的礼貌用语 小时王也终于在孔雀老师的指点之下 得到大家的谅解 他叮叮叮的时候 不小心吹到狐狸跟白兔的时候 应该跟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喜欢吃这道菜 小时王就是会用不礼貌地对待我们 但我一直很正面地 很像大哥哥地教导他 可是小时王还是不理情 到最后小时王就很难过地 想要跟我们一起和好 养成有礼貌的好习惯 是品德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 藉由戏剧的演出方式 让小朋友从每个角色中 发现哪些言行举止 才是大家认同和接受的 达到学习和模仿的效果 小朋友能够从这个剧中 能够去更了解说 在品德教育怎么样子 从小的地方去着手 能够让他以后的话 整个品德教育能够做得更好 教育的扎根其实是需要 长期的累积的 尤其是生活上的教育 那我们今天希望透过儿童剧 让小朋友知道 如何在校园里面 跟大家的相处 如何取得一个好人员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运用媒体力量 与在地的苹果剧团合作 将正确的观念深入校园 提供不同面向的教育方式 让小朋友更容易了解 礼貌的重要 并且深知心中 港都新闻张盛民赖长帮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